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妖季二也是如期上映 而且还获得了不俗的片房成绩 近来更是受邀请参加了 成龙国际动作电影中可以从活动的照片中看出白百合也是盛装普及 在人群中比较亮眼 一袭白色的连衣裙非常的凸显气色 面容比之前丑闻的时候要好很多 看来这么久过去了 自己也是从丑闻的声音中慢慢走了出来 在见到会场的主角成龙大歌时 也是非常热情的贴脸拥挡 好似是多年没见的好友再次相逢 成龙也是很开心跟白百合一起互动 在活动颁奖上作为评委换了一身更为正式的黑白拼色裙子亮相 在稍微严肃的神情中可以看出白百合的成熟气质多了几分 感觉更像一位资深的老戏骨 而不是活跃在荧幕上活脱的形象了 白百合自从那时惊人的一指禅事件发生后 大家都以为这位演员的演艺生涯掉了两个 但是结果恰恰相反 只是那一段时间稍微凉凉的一回 很多广告商和品牌都撤掉了白百合的代言 但是一部《多聊G2》之后又造起来了 而且好像还比之前的更加有影响力 不仅是新的票房记录 更让观众更多的关注剧情本身 而不是白百合的个人口闻 不过这和陈雨凡的做法也是密切关联的 事情出了后才曝光两人其实早在2015年就离婚了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元宝不受影响 所以一直没有公开 在这件事上受伤最深的是陈雨凡 而最大度的还是陈雨凡 事后更是通过采访可以看出陈雨凡一直是没有走出两个英雄 不过这次在成龙电影中的表现 可以看出白百合估计是有新的动作 成龙作为一个过来人 也是非常明白白百合的处境 当时自己因为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同样作为白百合 成龙给予更多的是支持 巨戏 白百合今年也是有接拍几部戏的